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站长核实身份信息后将钱包交还给了小鱼 你核对一下好不好 你最主要四千五百钱的先核对一下 我们的驾驶员我在先 应该的嘛 这个都是大家应该做本身执政的这个事 还是非常感谢 我也不是怎么会说话 我就是反正内心我无以言表 我非常感谢 因为我真的是太行 因为我已经丢了三千了 小鱼介绍 她是一名大学生 钱包里的钱是她和同学两个人的兼职工资 本来是打算存到银行的 9月30号下午4点 她乘坐了82路公交车 中途又换乘了另一班次 最终是在杭州城北逛商场时 发现钱包不见了 所以当时并不确定 钱包是在哪丢的 对啊 当时就很急啊 当时报警 然后到时候查监控查监控 然后没找到 你一开始是以为是被别人偷走的 还是被自己丢的 当开始的话是以为是 查监控看都没有的话 想应该是被人偷走的吧 我刚开始一直以为在运河上 就上面丢的 自己也没想到 巧的是 小鱼当天乘车后 那辆82路公交车就一直在车间检修 直到10月4号才分配给姚师傅 小鱼说 4号钱包被找到 还有一个巧合 然后刚刚今天也是我生日 今天是你 今天我生日 5号来了 对 这么巧 昨天是我杨历生日 4号 然后身份证 今天是农历的生日 那就非常幸运 这件事情也给我一件警醒 就是以后放冬季的时候 要小心 然后非常感谢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谢谢大家 好